d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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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玩的遊戲是 The Talos Principle 中文名叫做塔羅斯的法則 其實這遊戲是2014年 上年年尾12月左右正式推出 但因為那時候實在太貴了 所以我沒有買來玩 而我一直都很想玩 但來到今年的暑假 終於有一個大小小的減價 所以我就買了 我們馬上開始玩了 這遊戲是玩什麼的呢 其實它是一個3D的鬥牛遊戲 人們會拿什麼遊戲跟它比呢 就是以前的賣Porto 是不是不賣Porto 還是Porto 純粹 ThePorto 忘記了 總之就是Porto 2 人們是拿這個遊戲跟那隻比 上年其實我也有拍過兩集 就是這個遊戲Early Ancest 那時候免費試玩的 不過正式版到現在才買來玩 一開始呢 它就會這樣賣 一些電腦program 其實他們整個遊戲 都是跟這類東西有關係的 因為是說機械人的故事 但是可以在這類東西 如今的電腦 《全靈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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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called Elohim Seek me in my temple If you are worthy 剛剛有聲音說我們在一層建造出來的 其實是一個叫Elohim的...不知是人還是神 建造我們出來的 現在就在他的Garden裡面 如果我們有這個能力有這個價值值得的話 就去他的廟宇找他 這遊戲的操作主要是滑鼠 H鍵就是這樣顯示我們的角色 我比較喜歡這樣使用 我們開始看看 Initializing child program logic check 這遊戲其實是玩邏輯的 大家可以看到藍色的場地過不了 那怎樣才過得到呢 就是拿這些Gemmer 那我們拿了一個Gemmer之後 放在那裡 Gem著他就可以過得到的了 然後因為我有玩過EarlySS的關卡 所以就知道 那我們就... 欸 這樣 過了來之後呢 沒有啊 這裡不需要用那個技巧 那我們就去第二關了 看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隻敵人 他應該是會... 呃... 射我們的 所以我們就要用Gemmer Ge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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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他會... 有那些紅外線 我們只要Gemmer 就沒問題了 然後這裡... 這邊紅外線又是會... 又是會... 阻礙我們 所以我們都是Gemmer 過到來之後呢 這邊有些什麼呢 這裡有一條樓梯的 可以爬回頭 哦 好像... 沒什麼用喔 暫時來說沒什麼用 那我們走這邊 先走這邊 在這地上 我作為你遇到的試試 來遇到 遇到的試試 而在這個地上 我有一些 我遇到的遇到 一條遇到 一條遇到 一條遇到的遇到 這條遇到的遇到 所以你會 遇到的年代 來來 然後 達成永生的生命 那就是呢 我們要找一些拼圖出來 收集到一定的拼圖 就會 我們獲得榮身 這遊戲的目的就是這樣 目標 應該是說 我們就是要用我們這個機械人去... 一開始就不知道為什麼被人召喚了出來 在泥土裡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找那個Elohem 獲得榮身 他是我們的創造主來的 他說是 不過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看一下 這裡 好像 意思是說我們還欠一塊Puzzle 不 那些... 迪俄羅斯方法的東西 那些東西 咦...我們走邊邊好呢 一開始 右邊 這個我只拿一塊 這個應該簡單一點的 Piphole 先看一下 一開始一定是拿這個Jammer 誒... 誒...不用啊 咦... 這個... 我知道了 一定是放在這裡的 這樣進來吧 是否要引他過來 引他過來 引他過來就會閃住了他 COME O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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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不行的喔...他不會過來 這裡呢就有個Jammer 就是會... 是不是可以這樣閃住他 不行的...加了個欄杆是不行的 暫時還沒拿到這個Jammer 那我們可以在這裡拿嗎 不行的... 那就是... 我們已經看到Cedro 我們這個關卡 就是為了拿這個... 這一塊東西 那我們... 要做些什麼呢 現在... 呃... 應該沒可能過到他 因為... 我以前有玩過EarlySS版 所以知道 呃... 可以放進去嗎? 進去就會... 不行的... 哦...這裡可以Jam到那邊 哦...原來可以這麼遠距離 那我們Jam住了就可以拿走這個Jammer 那我們就可以Jam住這隻東西 Jam住這隻東西之後 這一邊有沒有東西拿呢? 沒有哦... 應該是沒辦法跑得過他的 這樣的話呢... 我在想... 有沒有可能就是... 可以Jam到這裡嗎? 真的不行 我們要用兩部機器來Jam的 這個... 我覺得是... 是不是可以直接... 咦! 真的可以耶! 直接Jam住那隻東西 對啦... 那我們... 兩個Jammer 就可以Jam了兩隻 那我們就可以跑過去拿到我們的Cedro OK 第一個 我們完成了這三個 開一個新關卡 就完成這一集 吧 好...我們拿了一塊 然後這裡應該會有一塊的 看看有沒有一些星 因為之前EarlySS那張玩呢 就... 嗯... 有些關卡會有些星 在這裡的 然後就可以開到特別關卡 不過現在... 不知道這裡這麼早期有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到處找一下 還有沒有Jammer呢? 這裡我們還沒進去的 咦!這裡有路 這裡有路 對啦!有多一個Jammer 那我們就在這裡Jam住它 其實Jammer不是那麼早用的 那我們這裡就反過來 Jam住這個 拿這個Jammer 然後就Jam這個 拿回Jammer 然後就Jam了一部機它 拿Cedro 非常之簡單 那我們就... 看 這個Jammer 這隻Jammer 這隻Jammer 沒有甚麼玩具 它是代表著我們的名字 每一個J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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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這隻Jammer 這隻Jammer 就不是玩具 它是代表著我們的名字 它說 看看...這裡 看看... 看看... 這隻Jammer 需要更多Jammer 我們不夠Jammer 我們不夠Jammer 不能開這個Jammer 這個Jammer 即是我們要在這裡再玩多一陣 一個Jammer A switch out of which 這裡這麼快就看到一個Jammer 我們這裡有一部Jammer 這邊有沒有東西 對,甚麼都沒有 Jammer Jammer 嘩...被嚇壞了 要找第二部機 咦... 這個... 這個... 哦... 干擾上面那個東西 我們就... 不需要再用這部機了 拉了那個按鈕就可以了 然後剛才這個位置轉角 會遇到這隻Jammer 嚇壞了我 好... 我們拿到 多一個Jammer 那... 一開始這些關卡 感覺上是非常簡單的 其實是... 正常的 看一下... 呃... 哦... 這裡三個關卡 一開始這麼簡單是正常的 因為如果一開始就難到爆燈的話 那... 後面怎樣玩下去呢 是不是先 我們見到一個Jammer 這裡是不是應該會有Jammer 是沒有的 Jammer在前面 先拿了 然後... 嘩... 這裡... 危險的喔 另一邊還有沒有東西拿到嗎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應該就... 開了這個 等一隻怪走出來 然後我們... 走了 好了... 然後他就會... 進回去 他就會... 傻了 在這裡 然後我們 閉著這部機 那就可以... 看著這隻傻仔在外面 不用理他 那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Cidron OK... 暫時這些關卡呢 都是相當之用 他說我們... 可以去他的Temple 即是可以開到剛才的Gayzen 他跟我們說喔 我們不用一次過收集了 因為我們可以走回頭 不過... 我想收集這個 嘩... 這裡... 好像... 怎麼玩呢 哦... 對面那部機器 我知道了 這裡... 這裡... 需要一點點技術 看看... 不要理他 這隻只不過是經過的 我們真正要做的... 他是不是會撞那個牆 對啦... 我們閉著那個牆 等他走進去 然後鎖住他 好...拿走部機 哎呀... 慢了... 我們慢了... 準備...拿走部機 OK 簡單... 哈哈 我們又拿到一個Sidrose 咦... 這個... 新系列來的 好 我還以為是黃色那一塊 即是... 我們不應該來這裡住 其實他說得沒錯 我們剛才應該聽他說話的 好...這裡三個都開了 然後這邊這個過了 那他... 過了關呢 那個牆就會有一個交叉 放在那裡 這個都過了 那即是我們只可以進來這裡 哦...這裡就可以拿到 綠色打橫這塊 跟黃色... 呃... 這個L型這塊 那... 我們這裡呢 就有三塊Puzzle 就可以... 組裝它了 不過要想一下 要怎麼組裝呢 欸... 呃... 需要一點點... 智慧 哈哈 好像... 哈哈 這樣嗎? 真的嗎? 會不會... 會不會這樣呢? 呃... 這個東西很不科學 我知道了 是這樣 OK 開了啦 那呢... 今集呢 我們就玩到這裡先啦 那大家對於... 這個遊戲有什麼評論呢 那就在... 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個讚啦 還想見到更多同類型影片的話 你就記得訂閱我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掰掰 掰掰 等下 我們見到幾朋友 hmm... 我們見到一個級別lig 我們聊天 吧 了嗎 那 你 在這兒 好嗎 我們可以看到 好嗎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